丘卡来高雄 超可爱的蜜干站长 与猫猫虫卡坡相见欢 两个超高人气角色 一起现身高捷车站 让粉丝们好开心 纷纷前来追星 这次高雄捷运的蜜干站长 邀请猫猫虫卡坡来到高雄 然后我们一起 揪咖来高雄一起游玩 就是希望说呢 所有的小朋友 在暑假的这个时候呢 可以来踊跃的 在高雄呢 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 高捷公司推出全台首辆 超萌猫猫虫卡坡 轻轨彩绘列车 从7月15日到10月10日 载着蜜干和肉肉 在高雄路上啪啪燥 就是有希望说 可以鼓励大家 在暑假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来搭这个 很可爱的轻轨彩绘列车 带着我们所有的 像是蜜干站长 还有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呢 一起游高雄 活动除了在美丽岛站 有主题车站之外 并在美丽岛站 凯旋站 设置超吸金打卡点 并推出多项周边商品 那这个活动呢 还搭配了一些限量的商品 然后有分不同的场次 有一些不同的商品的推出 那这个活动的话呢 会是到明年的2月29号 也欢迎大家可以 把握时间到美丽岛站 来进行参观选购 一只 两只 三只 暑假期间 高市府夏日 最强企划 海洋派对 高雄联盟活动登场 三座超大型气球装置 都已经出来 跟大家见面 深受大家喜欢的 深海小动物 胖鲨鱼才西米 还有一身蓝色 与大海相会应的 猫猫虫卡波 还有呢 深受大家喜爱的 也是喜欢深海生物的 蜜干站长 同时在美丽的高雄雅丸呈现 这次角色装置 同时考虑到 与建筑地标做结合 让我们的原创角色 还有城市空间 激荡出美丽的火花 也欢迎我们全国朋友 到高雄 度过美好的夏日时光 包括我们有彩绘列车 大家可以搭轻轨的彩绘列车 然后我们呢 可以一起坐到C11 珍爱码头站 我们来看蜜干站长的这个大气球 我们在海洋派对里面有很可爱的大气球 当然 卡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气球 那我们就是可以欢迎大家呢 都搭乘轻轨彩绘列车到现场 一起来同游 如今蜜干站长 以及猫猫虫卡波的彩绘列车 也正式上路后 再度增添话题 势必为高雄带来更大的观光亮点 记者苏华君庄书亭高雄报道